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非常殊胜的功德 是为了度化众生而展现的新的作用 它的智慧可以无碍 它的功能可以达到最大 那在这个时间上呢 菩萨的神通不但可以知道过去 知道现在 也可以知道未来 所以叫做普入一切的三世 三世是时间的概念 我们常常很好奇自己的前世今生 到底是什么因缘可以让我们今天有这样子的结果 会有这种机遇 佛陀有很多的弟子 每一个弟子他都非常清楚 弟子的因缘 所以就可以给不同的众生 有不同的教化 让大众呢 顺着自己的因缘 顺着自己的愿力 顺着自己的业力 而得到究竟的解脱 所以在佛的度化当中 这个智慧啊 要能够真正的通达 是非常不可思议的神通的妙用 所以这其中呢 就是普入一切三世 如果能够入过去世 叫做宿命名 这个宿命就是我们过去累生累劫以来的所有的经历 有很多人会很好奇 好奇了之后呢 就去问自己的前世今生 但是我们不管是用催眠的方式 或者是用去看这个水晶球 或者是遇到这个有通灵的人士 他在怎么样子的去观察 他只能观察到某一些事件 某一些片段 就像我们自己 虽然没有神通 可是如果你回顾你自己的一生 至少在这一生当中 你要回顾你的过往 你会发现啊 其实也没有那么清楚 大概只能依稀仿佛记得几个重要的事件 那表示我们的记忆在自己的生命当中呢 它是有限的 不够通达 那我们这一生能记得就这么的少 比如说 昨天师傅讲的内容是什么 前天讲的内容是什么 恐怕呢 连现在讲的内容啊 等一下关上电脑 下线之后 就忘了一干二净 那我们的记性这么的有限啊 我们却没有好好的去观察为什么 而很好奇自己的前世 然后去问 问来问去呢 也只是问到一些片段 但是佛陀告诉我们 当我们修行了之后啊 自己的心清静的 有智慧的 你不但对于这一生非常的清楚 如实的了知 而且对于过去生生世世 它还不只是上辈子 还是上上辈子 上上上辈子 所有遇到的人事物 你都能够如实的了知 而且这种了知啊 不是用想的 就是直接啊 就看得很清楚 观察得很明白 不管是善缘还是恶缘 也都能够如实的了知 知道了之后 也不会害怕 也不会期待 就是如是 因缘到了 遇到了 就该遇见的 就遇见了 遇见的就是一种缘分 那我们了解这一些 要做什么呢 因为佛陀啊 他的目标就是 让所有的大众 都能够因为这样子的 如实了知 而真正的彻底的 接受自己所有的因缘 而从因上来努力 所以遇知未来果 今生作者是 佛法它不是永远 在懊恼自己的过去 追悔自己的过去 或者是呢 哎呀 真的是好可惜呀 我以前都没有 好好的把握 这所有的宿命的观察 都是为了要让自己 可以展望未来 因为只有现在 是可以把握的 那当我们有了 这种智慧之后 你对自己的修行 会更肯定 更能够精进的 去护持自己的道业 所以这个宿命名呢 主要的目的 是要让大众知道 自己的过去的因缘 我们在善财童子 五十三餐里面 送念到 学习到的这个善知识 每一个善知识 都对自己过去 是发了什么怨 遇到什么因缘 哪一尊佛 为自己开示 都能够清清楚楚 那现在这个时代啊 这个阿兹海默症 非常的流行 它是已经 严重的威胁到 我们现在的人的身心 甚至于呢 保险都会增加了一种 叫做失能险 年纪大了 就很害怕 自己什么东西都忘了 那事实上呢 在这个忘记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就去想 有一些东西 它恐怕 不是适合我们记忆的 我们却呢 在记忆上呢 念念不忘 譬如说 恩怨情仇 譬如说 过去 所受的伤 譬如说 自己的烦恼 自己的执着 那这些执着跟烦恼 其实应该要 及时的化解 而不要变成心结 可是 我们没有过去 我们用逃避的方式 来面对境界 或者是我们 用错误的方式 让大众呢 变成势不两立 那这些因缘呢 纠结在自己的心里 渐渐的 就会障碍 我们去受持 其他的亲近的法 而变成心中的一种仇恨 那大部分的人呢 面对这种过去 这种伤痛 常常是放不下 想不开 而且呢 都会往死胡同里钻 所以每次提 就提到这些痛苦 每次想 就想到这些伤心 所以呢 自己的心里面 就会被这些业 所障碍 被这些愚昧的过往 所蒙蔽 那这样子蒙蔽了之后 我们就会发现 很多人啊 每天都在安身叹气 你叫他来送个经 念个佛 他会告诉你 他没心情 那没心情 他就更不可能 去有这个机会 去听到开示 或者是来学习到佛法 甚至于送一部经 他都恐怕是有困难的 所以很多人的 这个叫做善根不具足 那非常的可惜 那很多老人呢 一整天就在那边看电视 看电视 看了很多的各种 各式各样的新闻 其实他真的喜欢看吗 不是 他只是没有试作 所以呢 习惯性呢 就打开电视 看看有什么好看的 那这个呢 同样一个时间 你看来看去啊 或者是喜欢追剧 或者是喜欢打电动 或者是呢 喜欢看小说 这些看来看去呢 他有没有启发我们的智慧 或者是他可以帮助 自己离苦得乐呢 不见得 但是如果同样的时间 你拿来打开视频 像我们现在呢 三卷主的这个进度 已经进入第三个循环 我们不知不觉 在每天这样子的 认真精进当中呢 已经进入了第三个循环 已经送了第三部 才过年 也没有到多久 现在才过了两个月 我们就已经圆满了两部 华言经的功德 这个是不是太不可思议了 我们自己看看 自己过往啊 从来啊 学佛学很久了 也没有那么精进过 那这其实就是一种 不可思议的神通啊 那为什么 会有这样的因缘呢 如果我们再继续用功下去 也许摆布 千步 华言 它不是一个梦想 也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计划 也不是空口说百话 那等到我们送念到 纯熟于心 这些华言经里面 佛陀的智慧 直接灌到我们的心里 其实它就是一种灌顶 就是一种加持 那灌顶加持了之后 启发了我们的智慧 你啊 到时候就可以看到 啊原来我们过去 是跟佛陀怎么做约定的 我们自己的愿力是如何 又是还有我们自己的过往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到时候呢 就会怎样清清楚楚 如实的了知 那这个宿命的通达 就是一种神通的妙用 当我们了解的过去 不是拿来跟大家炫耀 你看我过去是公主 是王子 我过去是一个圆外 甚至我过去在天上 有一些人呢 喜欢去炫耀自己的过去 甚至于呢 还说我过去是某某大师 前世今生 那这些前世今生呢 讲起来啊 真的很惭愧 如果你过去曾经这么辉煌 为什么这一生如此的潦倒 还要去查 你过去发生了什么事呢 所以呢 如果我们了解自己的过去呢 要生起一种智慧之明 这样子才叫做宿命明 否则呢 你只是知道 而没有办法改变 也没有办法精进 也没有办法提升你的修炼 也没有办法让你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那还不如不要知道 好好的把握现在 所以佛陀呢 所以佛陀呢 也不是所有的人 他都看到了之后 哦 我知道你的过去是什么 这个很八婆的 很多嘴的 喜欢去跟人家提 总是呢 在弟子 在秦法的时候 如果可以利益大众 才提出来 就像上才童子五十三参 他参访了这些夜神 乃至于这个菩提树神 他会问 是什么因缘 让你发菩提心的 那如果呢 是跟菩提心有关 跟修行有关 这个过去谈出来 会帮助大众 那当然 这就是有益的一个教材 但是呢 如果 他是 只是一个恩怨情仇的故事 甚至于呢 提出来 还会让大家增加仇恨 原来你过去是杀我全家 那我现在我就要复仇 你过去是吃我的肉 现在呢 我就要回敬你 那如果是这样呢 增加恩怨情仇 甚至于呢 会更放不下 那这时候 佛陀一定会闭口不言 那这就是啊 有智慧的人 他就可以把这个神通 拿来运用 而不是一般 有的还会 那以此为生 还会呢 用这个来恐吓大众 产生贪念 借此恋财 那这都是错误的神通的用法 最后会有不好的下场 那佛陀的神通 菩萨的神通 普入一切的三世 是能够明白自己素世的因缘 然后呢 要展望未来 把握当下 这样子才是积极的了解 而且对我们自己的修行 对道业都有帮助 那希望大众啊 我们今天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第三个循环的第一堂课 我们再继续精进 继续用功 我们今年呢 这样可以啊 可以念到十部经哦 我们这个十部华严经 再念下去 然后到年尾的时候 我们要参加了一次 华严经的法会 这时候呢 我们的功力会大增 你自己会发现 自己的智慧 在不知不觉当中啊 已经开启了 而且这个是跟佛菩萨 没有差别的智慧 希望大众的生命当中呢 有华严经相伴 有诸佛菩萨相随 在互念守护 自己的道业的过程 也能够呢 带动更多的人 一起来参加 那我们现在很难得 有这种线上的共修 希望呢 如果自己家里面有人 你不要小看 如果你现在已经送了 第三部华严经 甚至于送了十部 百部华严经 有缘的时候啊 对 再发心 再推动一下 再劝发大众 念一下经 过去一年 他恐怕你身边的人 是拒绝你的 可是你修炼了一年 给自己试试看 我们再带动一下 再劝发一下 再鼓励一下大家念经 念经总是好的 即使鼓励失败了 我们也会在他人的心里面 留下一个种子 以待将来 那我们不要小看呢 只要我们不间断的 不断的发心 互念 那这个其实是会产生不可思议的效果 就像我们昨天呢 就像我们昨天呢 这个幼幼华严班 这个小小的幼幼华严的小菩萨 两岁三岁 四岁五岁 他才来参加了五堂课 就有这个两岁的小朋友 就去招生 他看到其他的小孩呢 他就说 我现在参加这个班 这班很好 这个叫 就是有好处 有好的姻缘 我们就是很欢喜的去分享 他喜不喜欢 这是他的选择 他的因缘 但是我们的欢喜的发心呢 是我们自己啊 希望法喜可以更多的人 一起共同来参与 佛法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的确已经成为不可缺乏的养分 也希望呢 自己独乐乐 也能够呢 带动让大众一起种乐乐 那华严经的一种法喜呢 很简单 你把你的欢喜心 把你的体会 常常跟人分享 就像很多这个幼幼华严啊 他们学习了 读了一点点经了之后 他们会很正向的回馈 他们会把他们的快乐 感染给大众 该拍手的时候就会拍手 该微笑的时候就会微笑 每天就很愉快 那小孩子的心很真诚 他有感觉 他就直接表达 那如果呢 我们大人能够保有赤子之心 这个世界就会减少很多的烦恼 增加很多的快乐 也希望大众呢 我们一起带动大众的学佛 修行 每天送念华严经 让这个世界呢 增加更多的庄严 那这就不枉费啊 我们这一生 遇到了这么多的诸上善人 也成为他人的贵人 这样子有一天呢 你在回头看看你自己的过往的时候啊 你就会发现 原来在不知不觉当中 我们自己也有了神通 原来我们也可以预测自己的未来 也可以预约自己将来成佛的时程 希望大众呢 我们得到了这个神通五爱用 一定要记得要分享给更多的人 要让大众都能够一起共同参与 今天的开示支持功德圆满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感恩见会法师慈悲开示 相信今天 今天